第331章 百年交情 新贴心 黄龙真人看了看苏百花 眼角微微抽搐 轻声说 你们给我一炷香的时间 掌教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哀伤 拥有莫大权柄一言九鼎的他 语气哀伤得像个无助的小孩 说吧 黄龙真人转身离开了会客厅 走到隔壁的靖室 从乾坤府中将这株枝仙草拿了出来 枝仙草的模样和灵芝一样 只是颜色呈暗红色 仿佛人的血肉一般 一股淡淡的清香飘出 黄龙真人深深地嗅了一口 目光无神地看向远方 仿佛要看透那虚空 她的思绪再次飘荡 我叫罗威 你呢 乔杨 豪吐的名字 以后我们是同门了 你要多多关照我哦 你去照看自己的灵田吧 我能行的 不麻烦你了 啊 乔杨 你说你喜欢我 其实我也喜欢你 乔杨 我们会一起成仙飞生吗 你会不会到了仙界看到漂亮的仙女就不喜欢我了 黄龙真人眼角湿润 两行灼泪顺着脸颊滑落 她小心地捧着这株枝仙草 就像是牵着爱吕罗威的小手一样柔情 竟是死一般的寂静 黄龙真人的声音有些嘶哑 罗威 对不起 我要拿出这株枝仙草救人了 我舍不得拿出来 可我是长教 我要为了太初教着想啊 对了 你还记得玄机子吗 就是那个 署名叫做徐鹏的鼻涕虫 当年他经常给我们优惠 站岗放哨 现在他成了自然堂的堂主 他也老了 手缘就要耗尽了 可是他收了一个好徒弟 现在我就要拿出这枝仙草去救他徒弟 威威 你肯定没意见吧 那时候 要是没有他的撮合 我们就到不了一起了 也成不了双修道律 说起来 我们还欠他一个大人情呢 他喃喃自语地说完这段话 再度深深地凝望了知仙草一眼 眼中的柔情进去 再抹去脸上的泪痕 再度恢复了太初掌教的威严气概 当他回到隔壁会客厅的时候 对玄机子说道 师弟 既然你提出拿切好券的后续奖励 换取这一出仙草 我答应了 至于那柄龙林仙剑是之前赠于他的 我就不收回了 玄机谢谢师兄 玄机子无比欣喜 深深地鞠了一躬败谢掌教 随后站直了身子 磨了磨 并无鼻涕的鼻子 笑容依旧年少 鼻涕似乎还在 哼 和我们童年入门的几十个童年的师兄弟 如今只剩下你我二人 你也不必这么谢我 你知道 这株枝仙草对我很珍贵 但是 你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我再不给你就显得我矫情小气 罗维也不会答应的 天道无情 修仙百年 徐鹏 我还希望你能多陪我几年 说吧 黄龙真人将枝仙草交给了玄机子 捧着枝仙草 玄机子老泪纵横 惊喜莫名 马上就转交给了农长老 在看向黄龙真人时 目光深邃飘远 仿佛看到的不是威严的太初叫掌娇 而是少年顽劣的乔阳 当听到黄龙真人那句天道无情 修仙百年 徐鹏 我还望你多陪我几年时 苏百花等人漠不动容 农长老拿出随身带的工具 将这一株枝仙草研磨成药粉 然后又取出一些龙咸水 捏碎了三颗环魂丹 再服依一些奇真的药液 摇匀之后 再将枝仙草的药粉倒了进去 药液或好 浓郁的药香传出 仙草足足两天两夜了 可是还没有醒过来 徐鹏执意在秦浩轩的床头守着 行和醒过来 但是身体虚弱不堪的兰烟 也是执意守着 咚咚 轻轻地敲门声响起 苏百花和林万兴 在徐鹏的注视下走了进来 师父师叔 徐鹏起身 微微地躬身 虽然还没有正式地行拜师大礼 但是徐鹏对苏百花早已经是师徒相称了 往常徐鹏见到苏百花 会很恭敬地行礼 然后礼貌地看着师父的眼睛 等他说话 但是现在 徐鹏行完礼后 一双眼睛仍然落在秦浩轩上 苏百花也不介意 这两天看着不眠不休 不吃不喝的徐鹏 心中焦急 语气却十分地和蔼地说 小雨 你该继续去王都当地师 继续感悟红尘 徐鹏微微摇头 落在秦浩轩的身上 说 浩轩哥哥还没醒来 我想等他醒过来 可是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啊 苏百花的语气微致 对于这个百花堂有史以来 唯一的子种弟子 表现出极端的耐心和宠爱 一点也没有摆出师父的架子 当然 这也与徐雨的 待人真诚热情 讨人喜欢分不开 徐雨依旧摇头 认真地看着苏百花 声音坚定 但是温和 浩轩哥哥一醒来 就能看见我 他肯定会很开心的 如果浩轩哥哥没有醒就走 我的心也会不安 会一直牵挂着他 那样的入红尘又有什么意义呢 林万兴轻叹了一声说 哎 徐雨 你已经尽力了 就不要再执着了 徐雨看着林万兴坚定地摇了摇头 好了师妹 我们都出去吧 苏百花对林万兴使了个眼色 然后对徐雨说 秦浩轩醒来 记得通知我们 徐雨点了点头 目送着师父和师叔离开 那一双眼 竟一直是盯在秦浩轩的身上 在徐雨身后的一个角落里 蓝烟靠在椅子上 看着徐雨和他师父的对话 眼中连连闪过一色 最终又落在了秦浩轩的身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行这家伙看到秦浩轩 还是昏迷不醒 心中比谁都更加焦急 很是后悔当日秦浩轩 不在战场之时 自己为什么不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多吃一批散修 或许自己恢复的修为 足以应付这件事了 老秦也不会像这样 半死不活的 屋子里的气氛压抑沉重 这两天玄机子来了好几趟 自从知道了得意弟子 秦浩轩受伤之后 他的神情也不再像以往那么自如 尤其是看到秦浩轩吃了仙枝草 却还是处于昏迷之中 神情中的优色更加沉重 也越发显得苍老 第三天的黄昏 秦浩轩终于是悠悠地睁开了眼睛 目光一直是落在秦浩轩脸上的须雨 惊喜地站了起来 声音也显得很激动 浩轩哥哥 你醒了 秦浩轩神色间还有些迷茫 自己杀了白斩月之后 不是倒在了荒山野岭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我还没死 不过这念头在他心里一闪即逝 他看到守在自己床头 眼睛里隐隐有血色的徐雨 努力扯出一个温暖的笑容 蓝烟和行也惊喜地走了过来 秦浩轩看到蓝烟和行安然无恙 那颗玄置的心也落下了 既然你醒了 就不打扰你们俩了 行的脸上的一点忧色 全部消退了 换上了一副没心没肺的笑容 然后对蓝烟说道 走吧 他们小两口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蓝烟瞪了行一眼 对秦浩轩说了一句 好好休养 之后和行一起走出了房间 转眼间 诺大的房间只有秦浩轩和徐雨二人了 浩轩哥哥你醒来就好 徐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秦浩轩昏迷的时候 他心里有成千上万的话想说 可是现在秦浩轩醒来了 他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秦浩轩想动手 但是他的手指刚刚抬起 只见得神经变像针扎一样疼痛 而且这种疼痛还传遍了全身 只疼得他呲牙咧嘴冷汗直流 浩轩哥哥你别乱动 农长老说你身体虚弱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全身经脉都受伤了 现在需要好好静养 醒来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千万不能动 免得影响恢复 徐雨说着 认真地看了看齐浩轩的双眼 浩轩哥哥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会这样吗 第三百三十二章 倒击尽毁无生机 秦浩轩沉吟了片刻 对徐雨说道 这是哪里 方便说话吗 徐雨见秦浩轩如此慎重 知道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肯定很惊人 于是布置了一个小型的爵士隔生的阵法 布置好之后 他再说道 这是吴明峰 你昏迷之后伤得很重 连仙苗仙叶都要毁了 令外星师叔没办法救你 连气掌冤的战场的农长老都没法救你 最后好不容易就得长教的珍藏 枝仙草才救你一命 枝仙草 秦浩轩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为了在决仙毒蛊里找出各种天才地宝 珍惜灵药也看过不少书 在珍惜灵药的一栏里 枝仙草的珍惜程度 在一草榜里都名列前三 这是一种能够一半死之人的神奇药草 甚至对丹田经脉 鲜苗鲜叶有着神奇的恢复作用 他苦笑了一声 但唇角抽动 他又呲牙咧嘴 看来我这一次伤得很重嘛 许语认真地看着秦浩轩说道 浩轩哥哥 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 秦浩轩这才唯唯到来 他开始讲起自己 发现白斩月尾随上来 对自己有杀意 最终对自己下了杀手 又说了蓝烟凝了他的三成精血 来救自己 最后还是被白斩月给暗算 差点身死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得不施展天魔解体这种拼命一搏的功法 接着 秦浩轩又将白斩月想杀自己的动机说了出来 他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 许语那双如玉的细长的小手紧紧地握着 因为用力 指关节都微微发白了 秦浩轩说完好伴赏 许语才用满是歉意的话说道 对不起浩轩哥哥 都是我害了你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伤得这么重 也不要和白斩月拼死一搏 秦浩轩微微一笑 说道 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了 我没关系 只要你没有事情就好 至于白斩月那种狼子野心的家伙 我不能留他在你身边 至于白斩月被我杀死的事 雨妹妹你得保密 毕竟是同门 很多东西跟长教他们是解释不清的 我知道 徐语看着秦浩轩强颜欢笑的脸 眼眶一红 眼泪就要低落 但是他强忍着 咬着牙 说道 以前很多东西我都没挑明 本来我不太想直接拒绝别人 伤人自尊 所以都留有余地 让别人心生希望 现在看来 反而是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害了浩轩哥哥你了 雨妹妹不用自责 秦浩轩想安慰他几句 却不知如何开口 徐语点点头说道 浩轩哥哥你放心 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秦浩轩不愿意再说这个话题 忽然他想到了蓝烟刚才离去时那苍白的脸色 于是对徐语说道 雨妹妹 你身上可有什么灵药 有的话 给蓝烟一些 让他补一补 他是一种 体内精血很珍贵 失去一滴精血 可能要好几年的修炼才能够补回来的 如果有了灵药的话 恢复的速度会快一些 如果没有蓝烟 我恐怕早就死在白斩月的手里了 浩轩哥哥你放心 我会好好地感谢蓝烟姑娘的 并求师父给他一些灵药恢复身体 还有 他的一种身份 雨妹妹 你跟谁都不能说 秦浩轩郑重地嘱咐徐语 徐语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蓝烟救了你 就等于救了我 对了 你昏迷了两三天了 玄契堂主来看过你几次 他对你很关心 我现在就把你显来的消息告诉他 秦浩轩想点头都没法点 只能是轻轻地嗨了一声 徐语走出去的时候 正巧碰到刑和蓝烟 将玄契子带来 看来玄契子已经从刑的嘴里得知 秦浩轩苏醒地消息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他那一脸忧愁此刻淡了很多 朝徐语微微一笑之后 进了秦浩轩的房间 徐语并没有跟进去 他走到蓝烟的身边 对他深深地拘了一躬说 蓝烟妹妹 谢谢你救了浩轩哥哥 你损耗了不少精血 我会找我师父要一些灵药 为你补身子 你这几天好好休息吧 蓝烟勉强地牵起一个笑容 要不是徐语正弯着腰 肯定会看到 他这个笑容里还含着苦涩 徐语姐姐你客气了 我和秦浩轩是好哥们 而且他答应以后带我回家 再说了 那种情况下 救他杀了白斩月 就等于救我自己 所以归根结底 我还是为了我自己 你不用这样的 蓝烟的语气很淡 仿佛救秦浩轩的事情 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但是不管徐语还是行都知道 一个一种的精血是多么珍贵 三成精血离体 是多么大的一种伤害 若不是蓝烟出身在修仙世家 从小便是各种灵药 没少吃 所以身子底子好 一般的一种在体内 取出三成精血足以致命了 即便是底子很厚的蓝烟 也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可以说蓝烟救秦浩轩 是拿他的生命再救 一个不慎 就算是秦浩轩杀了白斩月 秦浩轩得救了 可是失去三成精血的蓝烟 还是会死 玄机子坐在秦浩轩的床头 看着秦浩轩 眼神中露出了几分欣慰 他知道自己这个徒弟 总算是保住命了 秦浩轩看到玄机子 想起了师父在自己身上的 寄予的厚望 眼眶微微的湿热 还好自己活了下来 如果自己就此死去 不但对不起师父 也对不起悉心教导自己的叶师兄 以及死去的蒲汉中 蒲师兄 师父 秦浩轩想起来行礼 被宣机子慌忙地摁在了床上 秦浩轩一脸歉疚地说道 师父 我的仙妙受伤严重 秀为可能 可能无法恢复了 听到了秦浩轩的话 宣机子面色一素 但是语气一如既往地和蔼 浩轩 农长老说了 你醒来之后 两天之内不能下床活动 好好地躺在床上修养 修为的事情别着急 你吃的是枝仙草 只要按照我给你的功法 好好地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是有机会恢复的 师父相信你一定能够行的 浩轩 您要记住 只要人活着 就算是一身修为都没了 又能怎么样 咱们可以重头再来啊 玄机子语重心长地 说了一番之后 又说 你要记住 不管什么时刻 都不要放弃 你是自然堂未来的希望 不要辜负为师的一番苦心 秦浩轩轻轻地恩了一声 在玄机子温和的鼓励之下 他似乎是找回了一些信心了 浩轩 还有一件事情 师父 私自为你做主了 三天前你的情况很糟糕 必须要得到长教的 珍藏的这只 枝仙草 才能够同时保住性命 同时还要保住 修为的希望 所以师父放弃了 你立了大功之后的 后续奖励 全部换取这只枝仙草了 玄机子看了秦浩轩一眼 见他神色正常 并无异色 但还是解释道 你也不要怨恨长教 这只枝仙草 其实是长教的私人物品 对他意义十分的重要 他能够将枝仙草 拿出来救你 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秦浩轩听着 玄机子温和的话语 心中暗暗的感动 师父 我懂得 这枝仙草 是长教的私人物品 他不拿出来 我也没办法 那时候 就算是把后续奖励全给我 我也不过是一句死尸 那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听到秦浩轩如此通情达理 玄机子老怀大卫 对他说道 你先好好养伤吧 等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再开始闭关修炼 将你手上的仙苗都恢复过来 秦浩轩目送着玄机子离去之后 这才得空内饰一番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身上的经脉全部受阻 丹田伤得更严重 甚至有几个大洞 仙苗仙叶完全变成了一只黑炭 毫无生机 秦浩轩内饰完之后 轻叹了一声 不过 枝仙草的药效还是真厉害 它的药力竟然能够将我丹田内 受损之处都给堵住了 而且还源源不断地为黑炭一样的仙苗提供养分 若非如此 跟黑炭似的仙苗早就死了吧 秦浩轩醒来之后 徐宇还是坐在他的床头 嘘寒问暖地守候着 寸步不离 秦浩轩不合眼 他也不合眼 秦浩轩累了闭目休息 他还是不肯合眼 这一守便是守了三天 到第三天的时候 秦浩轩已经能够稍微活动手脚了 但是还是依旧无法下床活动 按照农长老的吩咐 他一个月内不能下床活动 尽管秦浩轩的手指能够动弹了 但是稍稍动弹的手指都会疼得愈鲜愈死 但他和徐宇一样还是很开心的 至少不再像死尸一样 能够稍微活动了 看到秦浩轩这样 徐宇笑得仿佛是自己重伤痊愈了一般 这三天中秦浩轩也是屡次催他 回王都继续红尘历练 但是徐宇总是听而不闻 固执地陪在秦浩轩的身边 直到他师父苏百花再次找来 苏堂主 灵父堂主 原谅弟子不能起床行礼 秦浩轩看到苏百花和灵万兴 想起身却根本起不来 苏百花微微一笑对秦浩轩说道 不碍事的 你醒来就好 再好好休养一阵 然后闭关 争取将丹田经脉 还有仙苗的伤势也都治愈了 那样就最好了 也不枉费长教和你师父一番苦心 秦浩轩微微点头称师 第三百三十三章 一往昔你我皆老 苏百花说让秦浩轩闭关修复丹田和经脉和仙苗 只是客气地说辞罢了 秦浩轩这次伤得有多重 他是亲眼所见 这种严重的伤势 就算在一个子种弟子的身上 以子种的天生强大都没有实诚的把握能够完全恢复 更何况说一个弱种 若不是秦浩轩立了大功 加上玄机子和长教之前的相交莫逆 长教才会在明知秦浩轩没有希望恢复的情况下 还是拿出对他意义非凡的知仙草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秦浩轩都认为秦浩轩是浪费了一株珍贵的知仙草 不过有什么办法呢 谁叫轩机子和长教关系匪浅 谁叫秦浩轩侥幸立了那么大的功 这就是命吧 和秦浩轩寒暄了几句之后 苏百花的目光落在了徐宇的身上 对徐宇说道 小宇 既然秦浩轩已经醒了 那你也该回王都继续红尘历练了吧 徐宇还是摇头 我想多陪陪浩轩哥哥几天 苏百花看了秦浩轩一眼 秦浩轩略显尴尬 也想劝徐宇回王都红尘历练 可是徐宇倔强地看着秦浩轩说 浩轩哥哥 我想多陪你几天不行吗 徐宇这句话说出口 秦浩轩刚刚酝酿好的话堵在了喉咙里 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倒是苏百花轻叹了一声 似笑非笑地看着徐宇说 小宇 我知道你和秦浩轩的感情很好 但是你留在这里 不但没有帮助秦浩轩 反倒是在给他添乱 以他现在的情况 应该是趁体内的枝仙草药力 还没有散发 赶紧用专门的恢复功法修炼 生许将丹田经脉和仙苗的伤势致好 你在这里一天 他便一天无法闭关修炼恢复 久而久之 恢复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了 苏百花的话一说完 徐宇是越听越惊 最终身子一颤 眼嘴呼了一声 浩轩哥哥 我 我不是有意地耽误你的 显然徐宇也知道 苏百花这话不是危言耸听 只是他这几天和秦浩轩相处得很愉快 并没有深思罢了 现在被苏百花点破 他顿时知道自己错了 秦浩轩微微一笑说 于妹妹 红尘历练很重要 你为了我已经耽误好几天了 快回去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等下次你回来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痊愈的我 秦浩轩的话说得很自信 徐宇也很认真地点头 他认为秦浩轩的话 一点也没有说大话 他相信秦浩轩肯定能够做到 但是秦浩轩这番话 落在苏百花和林万兴的耳朵里 让他们两个人面面相聚 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显然他们两个人都认为 这是秦浩轩安慰徐宇的话 毕竟这种严重的伤势 就算是有吃仙草的辅助恢复 能活一条命已经是奇迹了 至于想恢复修为 那有点痴心妄想 知道自己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耽误秦浩轩比关修炼恢复后 徐宇便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对着秦浩轩说道 浩轩哥哥 你好好地养伤 等你伤好之后通知我一声 我马上来看你 秦浩轩正中地点点头 他从徐宇的眼睛里看到了期望和愧疚 徐宇肯定是希望看到一个健全的自己 如果自己修为不能够恢复 那么徐宇会一直愧疚下去 最终成为他的心魔 我一定不能成为徐宇妹妹的累赘 秦浩轩暗暗地咬牙告诫自己 徐宇随着苏百花 还有林万兴走出秦浩轩的房间后 徐宇对苏百花说道 师父 我想求您给我一些灵药 最好是恢复精血的 苏百花一愣 压抑地看着徐宇说 你受伤了 没有 徐宇摇头说 浩轩哥哥的朋友蓝烟姑娘 为了救她受了很重的伤 如果没有灵药恢复会很慢 所以弟子斗胆 求师父赐一些灵药 他对浩轩哥哥有恩 就是对我有恩 苏百花愣了愣 如果是其他的弟子 以这种理由找自己要灵药 肯定是直接骂走了 不过 徐宇找他开口 以他对徐宇的喜爱 是怎么也无法拒绝的 当即便是拿出了不少的灵药给徐宇 因为他知道 不让徐宇了结一些心愿 他总会感觉亏欠别人的 这样反而会影响 入红尘的效果 拿到灵药之后 徐宇超苏百花 深深一礼 然后对灵万兴说道 师叔 我将这些灵药送给来烟姑娘 然后就随你入红尘 说吧 徐宇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但当徐宇转身离开 不再面对苏百花和灵万兴的时候 苏百花和灵万兴惊讶地发现 徐宇在转过身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冷了下来 就像是一座冰山般 拒绝别人的接近 尤其是在面对一些 朝他微笑示意的男子弟子的时候 徐宇甚至都不正眼看人一眼 不假颜色 冷若冰霜 徐宇 他的变化好大 相比起苏百花 带领徐宇入红尘的灵万兴 反而和徐宇相处的时间久一些 他很快便感觉徐宇有些不同 说 他以前不管对谁都是很温和的 给人很容易亲近的感觉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了 苏百花也冷了呢 想不通其中的缘由 最终说道 嗯 这样也好 身边少了一些狂风浪蝶 对他也是好事 他们不知道的是 徐宇变得这般冷 只是为了秦好轩 在徐宇知道自己平时太温和 所以让白斩月之流 有机可趁 从而导致秦浩轩受了重伤 他就在心里暗暗地发誓 从今往后 我只对浩轩哥哥一个男人温和 只对他一个男人好 绝不能因为我 而让浩轩哥哥再受伤 徐宇到了兰烟的房间时 兰烟正在盘膝打坐 恢复精气神 可是没有灵药作为辅助 就算是他修炼的功法再高起 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 来到兰烟的门外 徐宇轻轻地敲了敲门 等到兰烟的同意之后 走了进去 走进兰烟的房间之中 徐宇的身上那股冷若冰霜的气质 淡了很多 但是敏锐的兰烟还是感觉出来了 他诧异地看着徐宇 不知道他身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徐宇微微一笑 很温暖 却又不像以前那般 推心致富的亲近 给人一种若寂若离的疏离 兰烟妹妹 这些灵药你好好补下身体 争取早些恢复 兰烟没有推辞 他接过徐宇递过来的一大包药 苏百花对徐宇 的确不错 明知道徐宇拿这些价值不低的灵药 是来送人情的 可还是给了不少 蓝眼打开看了看 虽然不足以借此完全恢复 但是恢复的速度也能够大增了 蓝眼妹妹 我等下就离开太初教 冲回到王都继续红尘感悟了 浩玄哥哥就拜托你了 徐宇的声音很清澈 说道 女孩子毕竟心细些 浩玄哥哥现在不能动 一些生活起居 老你多费心了 蓝眼毫不迟疑地点点头 说 徐宇姐姐你放心 我和钱浩玄是好哥们 看在你的份上 我会照顾他的 听到蓝眼这故作豪迈的话语 徐宇深深地凝望他一眼 微微一笑之后 便起身离去 看着徐宇匆匆来匆匆走 感受着秦浩玄身上的气质变化 聪慧如蓝眼 也自然是猜出一些端倪 他轻叹道 徐宇和秦浩玄还真挺有趣的 徐宇离开之后 蓝眼挑出了几颗灵药 研磨成粉末 按照比例配好之后 倒入嘴里开始修炼 徐宇走了 蓝眼得了灵药修炼 行也捧着蓝眼给他的灵药 灵石开始打坐 时不时往嘴里丢一颗 仿佛嚼豆子一般 一切仿佛尘埃落定 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秦浩玄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仙苗仙叶还是处于受伤的状态 体内的经脉丹田 也跟着破落的窗户指示的 这一个窟窿 那一个窟窿的 苏百花说得没错 秦浩玄必须得尽快趁着 枝仙草的药力还停留在体内 赶紧地闭关修炼 修复经脉和丹田 重新地让仙苗焕发活力 保住这一身的修为 秦浩玄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 这些自然就由关心他的玄机子张罗 玄机子坐在房间里 眼神中透出淡淡的忧虑 吴明峰的资源不比皇帝峰 就连最好的闭关静世 其实灵力丰富度 也远远比不上皇帝峰的 如果秦浩玄能去皇帝峰的静世 闭关 以皇帝峰的灵力之充沛 比在吴明峰的静世 要好不少吧 玄机子心中暗叹 又在思考该拿什么功法 给秦浩玄去修炼 更快地恢复伤势 自然堂的底蕴薄 比不上其他的四大堂的底蕴 甚至连先祖道统都失传了 自然没有什么可以配合着 更快恢复的功法 如果没有这些功法 那秦浩玄恢复可能会有些困难 玄机子本想去求长教 不过想想长教为了秦浩玄 将双修道里挪威留给他的唯一念想 珍贵的仙枝草都拿出来了 再去求长教好像有些不厚道 正在玄机子烦恼之时 他的房门传来一长一短 很有节奏的六声敲响 然后门被直接推开 玄机子皱着眉头 压抑地抬头 看着走进来的人影 乔羊 坐吧 玄机子微微一笑 也不起身 伸手一指床榻前的椅子 说道 还是喜欢毛尖吗 走进来的人 正是太初教的长教黄龙真人 黄龙真人也是 不坐在玄机子的椅子上 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床榻上说 你知道我最喜欢坐床榻的 罗威走了以后 我就不喝茶了 黄龙真人抬头死亡 将玄机子的房间打亮一遍说 徐鹏 你这里倒是 挺清静雅致的 若有机会给我住几天 长教若来住 那是吴明峰的荣幸 玄机子看着靠在床榻上的 黄龙真人用玩笑的口吻说道 乔阳 你从没来过吴明峰 怎么今天过来了 不会是感觉我受缘将近 来送送我的吧 听到这话 黄龙真人认真地看着 面容苍老的宣机子说 徐鹏 你老了 我现在看不到你年轻时候的模样 还记得刚入门的时候 你一脸鼻涕 却装得很老成的样子 那模样 着实很有趣 第三百三十四章 掌教交心探西间 玄机子轻轻一笑 也是一起西年往事 乔阳 那个时候 我至少还老成稳重 倒是你小子就是个调皮蛋 现在我还挺想看着你满脸皮涕装老成的样子 这样你又可以陪我一百二十年了 黄龙真人脸上的笑容苦涩 看着一百多年交情的玄机子 眼神忧伤 玄机子哈哈一笑 沧桑莫名 翘阳 你来吴明峰 不会是找我一往昔的吧 黄龙真人顿了顿 脸上的一抹忧伤一扫而惊 目光落在玄机子身前的一堆功法秘籍上说 你在为秦浩轩的事情苦恼吗 玄机子皱着眉头 莫非黄龙真人特意跑过来吴明峰 就是为了秦浩轩的事 啊 就让秦浩轩去皇帝峰闭关吧 你们吴明峰的灵气太淡薄了 也没有适合他恢复的功法 正好我修炼的乾隆罐旁 有一个空闲的闭关禁地 那儿很安全 也没有什么会惊扰到他 就让他去那儿吧 黄龙真人语气淡漠 可是他这番话却听得玄机子面色大变 玄机子当然知道乾隆罐是什么地方 那是历代长教的修炼处所 乾隆罐正巧坐落在一处灵眼之上 所谓灵眼就是灵力最浓郁的地方 夺天地之造化而生 对修仙者益处极大 堪比某些灵气较弱的洞天伏地 而且灵眼十分的罕见 往往十个八个大山中 都未必有一个灵眼 诺大的降龙国只有在皇帝风 有那么一个灵眼 乾隆罐旁那个闭关的境地 玄机子也知道 他是紧靠着乾隆罐的灵眼 灵气虽然远远比不上乾隆罐的灵气 但是却比无名风要浓郁得多了 玄机子知道 黄龙真人这次是真大方了 若说太初叫上百个灵气浓郁的地方 最适合闭关修养的是哪个 绝不是乾隆罐 而是乾隆罐旁边那个闭关境地 因为乾隆罐落作于灵眼之上 灵气浓郁的根本不是 乾隆罐这种重伤之躯受得了的 如果现在丢到乾隆罐去养伤 不但伤养不好 原本还就残破的经脉丹田 反而会被灵气冲得更糟糕 而乾隆罐旁的闭关境地却不同了 闭关境地沾了灵眼的光 灵气浓郁超过了黄帝丰其他的地方 但他的灵气温和无比 汲取体内 不但是不用担忧冲破经脉 反而对受伤的经脉丹田有所补益 瞧呀 黄龙长叫 你这是 玄机子深深地凝望着黄龙真人 满脸的皱纹写满了感动 黄龙真人整肃面色 正经地说道 我希望他不要糟蹋那株植仙草 因为它是挪威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你知道的 不容玄机子说话 黄龙真人从床台上站起来 对他说道 徐鹏 你让人把秦浩轩 给我抬去闭关境地 就叫那个叫花牢的弟子吧 还有秦浩轩的朋友 秦浩轩还不能动他 但是要吃喝拉撒的 就让他们到闭关境地里服侍他吧 玄机子一脸的激动 缓缓的汗手 深深地凝望着黄龙真人 黄龙真人也深深地看了玄机子一眼 玄机转头离去 黄龙真人走后 玄机子马上叫上行和兰烟 然后又让自然堂的弟子 抬着秦浩轩去乾隆观 旁边的闭关境地 乾隆观旁的这个闭关境地 就像是一个火山口 底部宽敞 足有十多帐的长宽 而这个地方越往上越窄 越顶上越是一个 仅有半丈宽的圆孔 可以通过这个圆孔 看到白天黑夜 天上星辰 刮风下雨 但是不论雨水 还是修仙者的攻击 都修想从这个锥形口子 偷上来 因为这里 不但在护山大镇的保护中 而且还布置了单独的 镇发保护 秦浩轩被抬到这里之后 玄机子郑重地对他说道 好好养伤 尽量恢复 秦浩轩到了闭关地的当天下午 黄龙真人从乾隆罐中走出 他看了看闭关境地的方向 然后阔步走了过去 在黄龙真人的示意下 行和蓝烟暂时出去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秦浩轩 看了看黄龙真人 黄龙真人也看了看秦浩轩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一时间气氛尴尬 沉默了好一会儿 掌教终于是找了个椅子坐下 他认真地看着秦浩轩 身为掌教真人的威严这一刻 再也看不到了 他身上只有修仙者的祥和 他仿佛有些累 捏了捏鼻梁说 其实我不喜欢你 黄龙真人打破了沉默 秦浩轩自然也不会再闭着嘴 他微微一笑 看着黄龙真人 就像是看着同辈的朋友般 语气淡然 我也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在资源上 没有照顾自然堂 没有照顾你们普通弟子 什么 黄龙真人自嘲地一笑 你觉得我的目光只落在三个 无上子种 还有两个灰种身上 秦浩轩眼睛微闭 仿佛猜想出掌教说出这番话的意思 他接口说 难道不是吗 是 黄龙真人没有因为秦浩轩 表现出的不敬而生气 昂头想了想说 在修仙资源上 我的确是更倾斜四大堂 也更照顾三个子种和两个灰种 秦浩轩没有说话 因为他看见掌教似乎意犹未尽 你的师父 太初叫做许多长老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包括四大堂的堂主 还有你们这些弟子 不论是潜力惊人的子种 或者是资力平平的弱种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黄龙真人的目光淡淡地落在虚空中 最后转移到秦浩轩身上 你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不公平对吗 秦浩轩微微害手并没说话 黄龙真人呵呵一笑 站起身走了几步 悠悠地说 的确 身为长教 我该做到公平公正 正如我将你们每个弟子都看着我的孩子一般 我也该在修仙资源上 做到一碗水端平 事实上我也很希望做到这个 可是我做不到 如果我在修仙资源上 做到一碗水端平 那该多好啊 黄龙真人说着轻叹了一声 眼神惆怅 可惜太初教没有这么浓厚的家底 为了宗门的长远留存 为了宗门的法养光大 我必须将更多的修仙资源 给更有希望的一些弟子 假如将两份同样的资源 分给一个无上子种 一个弱种 无上子种可以到达二十页 可是弱种连两页都到达不了 黄龙真人目光炯炯 和秦浩轩对视 问他说 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 你会是一碗水端平 还是会将修仙资源给无上子种 秦浩轩虽然不知道 长教为什么跟自己说这些 按理说以他的身份地位 完全不必跟自己解释任何 自己只是一个弱种而已 他认真思考 最后承认 如果我站在你的角度 我会将资源倾斜给 更有潜力的人 秦浩轩没有说得十分透彻 但是长教哪会不明白他的意思 其实换成任何一个人 坐在长教这个位置上 最先考虑的 绝不是什么各堂各弟子的公平 而是宗门如何渊源流畅 如何繁荣昌盛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替更强的弟子倾斜 也是很正常的 若是将秦浩轩放到这个位置 他也会这么做 就算不能将太主教在自己的手里发扬光大 至少不要成为导致宗门衰落的千古罪人 更何况太主教现在有三名无上子种 两个灰种 可以预见未来的太主教一定能在修仙界众多的宗门中一飞冲天 以前的黄龙真人在秦浩轩的眼里整体的感觉有些苛刻 尤其在对待他的问题上 掌教做的做法让秦浩轩颇有微词 甚至让许宇直接拿出刑器单给自己的死敌张狂 许宇 刑器单 秦浩轩忽然想到这两个名字 一下子醒悟过来 掌教跟自己说这些到底有什么用意 他看着黄龙真人认真地说道 掌教 你是想劝我 让我劝劝徐宇和张狂搞好关系是吗 黄龙真人流露出了些许意外的眼神 随即轻笑着摇了摇头 有些暗叹自己 有些欣赏这个年轻人了 不辞觉地将这个年轻人拉到跟自己平行的这个高度 突然听到秦浩轩说出这番幼稚的话 无奈地笑了笑 和睦团结 避免内耗 这样才能真正地强生 若你能说何许语 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黄龙真人说完 似乎在等着秦浩轩的表态 可是秦浩轩一句话没说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秦浩轩心中对黄龙真人有怨气 尽管他是掌教 尽管他是先应盗果进的强者 是太初教无人敢违逆的一教之尊 但是秦浩轩还是怨的 不过怨归怨 秦浩轩还是清楚地认识到 即便是自己坐在黄龙掌教这个位置上 也无法做得比他更好 甚至远远不如的 师父玄机子也跟秦浩轩说过 枝仙草对于掌教的意义 秦浩轩听过之后心里很是震撼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枝仙草竟然是黄龙真人死去的几十年 感情至深的双修道旅 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 秦浩轩深深地凝望了 面贯如玉 还是中年人模样 身上透出一教之尊 威严气势 语言举止间无比成熟的掌教 实在是无法和师父所说 百年之前那个顽皮少年联系起来 不过也是 师父还说自己是百年前的一个 整天满脸挂着鼻涕装的脑上的鼻涕虫呢 现在从他苍老的神情枯高的容颜上 哪能瞧出一丝鼻涕虫的样子 百年时光荏苒 岁月与人不在 秦浩轩深深地凝望着掌教 他设身处地地想 如果我是掌教真人 是绝对不会将这株枝仙草拿出来的 因为掌教完全可以拒绝拿出来 没有人能强迫他什么 仅仅一句这是我私人物品就够了 可是他还是拿了出来 因为在他眼里 首先他是一个掌教 其次才是道旅早丧的修仙者 在早逝的道旅 留念和太初教平稳光大两条路上 掌教选了后者 如果是我 我做不到这样的牺牲 秦浩轩再看向掌教真人的眼神 饱含着敬意 以前对他说的一些怨气 此刻也烟消云散 他仿佛能够理解掌教 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掌者 从大局角度 他并不是一个公平的掌者 但是在私人方面正如他所说 将自己也当成了他的孩子 尽管是一个一直不喜欢的孩子 可是为了挽救自己 他还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黄龙真人将一本封面古朴的功法放在秦浩轩的面前 语气淡然地说道 这本功法是夏云堂 也是全太诸教 对于恢复仙苗伤势最有帮助的一个功法 你好好学习 虽然你保住修为的希望很小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保住 别辜负我的知仙草 谢谢掌教 秦浩轩心中微动 他知道 将另外一个堂的功法拿出来给自己 虽然大家都是太初教的人 但是两个堂的道统不同 掌教这么拿出来 或许会让夏云堂的弟子心生芥蒂 秦浩轩没有拒绝 他知道自己拒绝不了 很认真地说了一句 谢谢掌教 黄龙真人微微地一笑 衣袖在桌子上一扶 然后起身 深深地望了秦浩轩一眼 叹道 唉 可惜你不是无上子种 如果你是子种弟子 我甚至愿用张狂和李静两个换你一个 没有多做逗留 黄龙真人凝望了秦浩轩一眼之后 离开了这儿 第335章 绿罗回春 生六道 秦浩轩这才注意到 在掌教刚才的衣袖扶过的桌子上 多了两个小玉瓶 每个玉瓶里有三颗龙眼大的丹药 桌子上刻着几行字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这个丹药的用途和用法 秦浩轩的心微微地一颤 以他弱种的身份 掌教看在百年的交情的玄机词 以及无上子种虚语的面子上 让自己来乾隆罐旁边的闭关静地 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 可是他竟然还送了一本恢复仙苗的功法 以及留下两瓶丹药 这就似乎有些超乎秦浩轩的意料了 掌教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做的 不管自己能不能保住修为 他已经拿出枝仙草了 还让自己在太初教最好的闭关静地养伤 哪怕是最后修为不保 那也怪不得他 在印象里 掌教可不是这么大方的人 玄机 秦浩轩又轻笑了一声 掌教将双修道理用命换来他 唯一的他的念想 知仙草都给我了 我还在想这些 确实太不厚道了 他确实是真将我们当他孩子看法 原本只是感觉自然堂亲近 认为只有自然堂的弟子 还算可亲的秦浩轩 突然感觉原来太初教也不发温情 只是这份温情藏得太深了 更像是黄龙真人这样 他将对每一个弟子的温情 都化作了对门派的关爱和呵护 这一次 欠掌教一条命了 钱浩轩对原本没有什么概念和印象的太初教 此时多了几份亲切 这一刻 钱浩轩的心底 又有一颗温暖的种子生根发芽 这是掌教种下的 走出闭关境地 黄龙真人看着远方的天边 自言自语道 钱浩轩 是成事败 就看你自己了 希望你能够恢复修为 不要糟蹋了我的 枝仙草 不要辜负徐鹏 只可惜商城那样 恢复的期望太渺茫了 我已经尽人事 听天命吧 此时俗名徐鹏的玄机子并不知道黄龙真人所做的一切 坐在吴明峰道观门口的他 摇摇地望着高耸入云的皇帝风 也在自言自语 翘阳 你应该会帮他吧 时光荏苒 光阴如见 不知不觉 秦浩轩关闭在闭关境地里已经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来在蓝烟的西薰照料之下 以及枝仙草的残余药效 还有掌教留下的两瓶丹药 秦浩轩已经能够行动自如了 身体的伤势几乎痊愈 破损的经脉丹田 在枝仙草的残余药力恢复两个月中 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枝仙草不愧是一草榜排行前三的灵草 秦浩轩的丹田和经脉伤成这样 但是在秦浩轩苦苦修炼了这掌教送的那本绿罗功 服以枝仙草的药力 竟然使这破破烂烂的经脉丹田恢复了 只可惜一株枝仙草的药力不够 若是能多一颗枝仙草 恐怕秦浩轩 那仍旧焦炭一般的仙苗仙叶也会有希望吧 只是现在枝仙草的药力已经耗尽 接下来的一切就要靠他自己了 秦浩轩睁开了眼睛 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这两个月来 他不断地修炼绿罗功 绿罗功是太初教 最好的疗伤修炼功法 可是秦浩轩苦修了两个月 仍旧没有太多效果 绿罗功吸收的灵力 已经通过了损伤大半的仙根 传到焦炭一般的仙苗上 仙苗虽然是没有继续恶化 但是也没有任何起色 依旧是那么不死不活地延续着 这两个月来 秦浩轩每天通过头顶那个半丈方圆的圆孔 看着满天的星斗 日出月落 斗转星移 刮风下雨 静静地思索和总结着各种的心得和感悟 在道心上每天都会有明雾的感觉 他唯一弄不明白的是该如何恢复仙苗 唯一让秦浩轩开心的是 在这两个月的恢复中 有许与宋的灵药 蓝颜惊血的损失 也补回了失之七八 虽然比不上全盛时期 但是原本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 至于行 也是一直盘膝打坐 一直恢复修炼 只是他从来不说 自己伤得怎么样 秦浩轩也不知道他的进展 这天晚上 秦浩轩依旧是仰望着星空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 身上闪烁运行着 绿罗宫的绿色滑光 这些绿色滑光 在秦浩轩的身上一闪即逝 都汇聚到了他的丹田之中 流进了他的仙苗中 仙苗静静地接受着绿罗宫 传来的勃勃生机 可是依然不死不活 依旧如焦叹般毫无反应 许多时候 秦浩轩甚至在怀疑 自己的仙苗是不是彻底死了 而自己的修仙希望 是不是也断绝了 在他感悟天道 仰望星斗的时候 行一如既往的闭目苦修 而兰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坐在了他的身边 轻声地说着 累了就休息几天 别让自己太累 这样没有好处 秦浩轩收起了绿罗宫 轻轻地一叹 在这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闭关静视里 愁愁来回走了几圈 说 兰烟 你告诉我 我这种情况真的没法恢复了吗 兰烟没有说话 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秦浩轩笑了笑 其实我也知道 我这样恐怕是真的很难恢复了 原来体内有仙枝草的药力 我还有三成让仙苗起死回生的希望 可是现在仙枝草药力消失了 仅仅把我的经脉和丹田的伤势恢复好 可见我的伤有多严重 我身上最严重的并不是丹田和经脉 而是仙苗 所以哪怕再有一株枝仙草 让我恢复仙苗 希望也是渺茫得很 按照农场老的推测 秦浩轩吞食了枝仙草 有三成希望恢复体力伤势 这种推测只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 实际上秦浩轩的伤势要严重得多 而枝仙草这种天才地宝虽然珍贵 但是也没有农长老想得那么化腐朽为神奇 在决仙毒蛊 得到过几次天才地宝 吃过一叶金莲 七星君 这种天才地宝的秦浩轩知道 这种稀罕的灵药虽然是有用 但是毕竟不是仙丹 两个月来秦浩轩一直在坚持 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能够恢复仙苗 可现在他是第一次撒失了信心 不是秦浩轩道心不坚 而是做一件事明知道没有希望 还信心满满地固执坚持 那不是自信 而是傻了 感受着秦浩轩的这种颓废 兰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一直在打坐修炼的行 突然睁开眼睛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秦浩轩 说 看在我们是好哥们的份上 还有一个办法 秦浩轩的目光淡淡地落在行的身上 说能令我的仙苗起死回生吗 行毫不犹豫点点头 能 什么 秦浩轩打了个哈欠 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两个月来的坚持不懈 希望恢复修为的强大决心 是他力量的源泉 此刻他一灰心这股力量消失 一股股疲惫感席卷而来 而秦浩轩也不认为 行真的有办法让他恢复 如果有办法的话不早就拿出来了 行正色地说道 道心众魔大法博大精深 里面既然有天魔解体这种损人伤人的大法 也肯定有恢复伤势修炼的功法 或许对你有用 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秦浩轩一愣狠狠地拍了拍脑袋 恍然大悟 是啊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修炼绿罗宫 怎么就忘了道心众魔大法了 秦浩轩立刻闭上眼睛 开始翻阅起深深刻在脑海中的道心众魔大法 半晌之后 他睁开眼睛 眼中金旁闪烁 刚才身上的颓废气息一扫而光 他说 道心众魔大法里有回天篇 可是我无法理解 现在我将回天篇的口诀念出来 听到秦浩轩的这句话 不管是行还是蓝烟 眼中都闪起了精芒 行更是一脸火热 激动万分 他原本是提醒秦浩轩 道心众魔大法里有恢复的功法 就是因为他体内的伤势也挺重 两个月的苦修下来 根本没有太多效果 所以将主意打到秦浩轩的身上 正绞尽脑汁地想 怎么能从他身上 掏出道心众魔大法里的恢复口诀 只是没想到 秦浩轩这一次这么爽快 竟然愿意将回天篇的口诀公布出来 其实经过了剿灭散修 对付白斩月的那两次大战 秦浩轩在内心深处 已经将行和蓝烟当成了生死战友 蓝烟不用说 他甚至愿意取出自己精血来救自己 取出精血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再不济也会影响寿员长短 行这个家伙 虽然是优权明界的魔 平时表现得 时而不靠谱 时而不着调 不过关键时刻 他都能坚定地和自己站在一起 不管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还是说 要套取道心众魔大法 行也是豁出了生命 在秦浩轩和白斩月打到最后 行已经受伤 根本无法施展龙魔金身 这个时候的行完全可以跑人 但是他还是维持着铠甲的模样 为秦浩轩挡住了不少的攻击 若非如此 秦浩轩岂能有命在 若非如此 行也不会伤得这么严重 天地之时 焚阴阳化三界 归五行生六道 秦浩轩将道心众魔大法里的 回天篇缓缓地说出 随着秦浩轩的口诀念出 行的表情也越发精彩 眼中精芒闪烁 当秦浩轩念完了之后 行呆呆地思考了片刻 蓝烟也陷入沉思之中 这回天篇虽然只有寥寥百字 却是博大精深 彼之绿罗宫 要身后不知多少倍 行思索了片刻 以他的见识 很快便是误动了 忽然站了起来 双手插腰 大声地笑道 嘿 好东西啊 好东西 本魔受了这么重的伤 有了这个东西 本魔很快就能恢复了 而且还有很大的进步 未来的修炼一飞充天 指日可待呀 嘿嘿 太好了 秦浩轩看了一眼 得意忘形的行 忍不住提醒道 嘿嘿嘿 你先别兴奋 我才是受伤最重的吧 我把回唇篇告诉你 是让你帮我恢复的 我才是主角 你先告诉我怎么回事 行这才收敛了笑容 但是激动之情还是异于言表 对我来说完全可以恢复 不过你伤这么重 即便是倒心众魔大法的回天篇 让你恢复的希望也不大 行顿了顿 然后说道 回天篇的方式和别的功法不一样 比如你那本绿罗弓 受了伤之后 便是不住地吸收天地灵气 修补修补 最多功法厉害点 吸收天地灵气更多更精准 如果受伤不是太狠 这种办法倒是有效 可是回唇篇却不是这样 受伤的 坏掉的部分 直接斩掉 秦浩勋听得是一愣一愣的 受伤的在伤口处修补 不正是所有恢复功法的经药所在吗 第三百三十六章 灰剑斩过去 万事从头来 这时蓝眼也睁开眼睛 静静地听邢姐说 听得是眼冒金光 邢继续说道 就比如说一颗草 它枯黄死了 化作灰烬之后 即便你施再多肥也没用 这时候怎么办呢 斩了呗 斩了埋进土里做肥料多好啊 只要你保持这根筋不死 生机不断 就能够重新地破土发芽 就犹如凤凰涅槃重生 斩了当肥料 秦浩轩愣了愣神 他是山村娃出身 大田镇的土地稀少又贫瘠 小时候跟父亲去村东头那块贫瘠土地 下肿的时候 父亲总会将烂掉的这个菜叶啊 菜根啊 埋在土里 说当肥料 所以秦浩轩也明白行的意思 你是说让我将现在的仙业仙苗斩断 重新地出苗 出业 行点点头 你的仙苗和仙业伤得太严重了 仙根估计也一样 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恢复好了 对你未来修行啊 也有大影响 而且你这么严重 就算是将天地灵气给吸收干净了 也无法让你重新地让仙苗焕发生机 还不如是当断则断 将仙苗仙叶斩了当肥料 去其糟粕 去其精华 这时蓝眼也明白了兴的意思 对秦浩轩说 破而后立 这的确是个目前最好的办法 其实你的仙苗已经死了 之所以还没有凋零枯萎 那是因为你的仙种还没死 仙根核心部分没有受伤 而你又一直为仙苗提供着天地灵气 行说 是 要不是你这么奇葩 既然能够饱已死的千苗死而不绝 要换别人呢 早就玩完了 秦浩轩轻叹了一声 看了看行 又看了看蓝烟 说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但是 修到十夜镜不容易 千日修为一朝丧 是 蓝烟深深地望着秦浩轩一眼 突然他从嘴里喷出一口黑血 然后马上盘膝打坐 很快 蓝烟全身就弥漫着淡淡的雾气 他的身上透出一股虚弱的味道 就像是之前挤出那惊血一般 但是七号轩和行都可以看得出 蓝烟吐出这口黑血之后 整个人的身上透出了磅礴的生机 蓝烟虽然惊血恢复了十之七八 但是其实上一种失去三成的精血 是会留下暗吉的 在接触回天篇之前 蓝烟只能是期望慢慢修炼 用天地灵气去消化和遮掩暗吉 即便是有人告诉他 可以将这一块暗吉切除重新再来 蓝烟也肯定不会这么做 不过 回天篇这种出自道勋众魔大法的神奇恢复功法 让他没有半点犹豫就照做了 而且照做之后他赫然发现 以他身上不算严重的问题 恢复起来也不用多久 好决绝 好果断 行赞了一句 再看看秦浩轩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 接着行也不管秦浩轩是不是用回天篇 他自顾自地将回天篇的一些要点 仔细讲解介绍 随后就没再说话 也和蓝烟一起闭上了眼睛 盘膝打坐 也不知道是不是用回天篇 不过 行的嘴里倒是没有吐出什么黑血 秦浩轩一咬牙 心中发狠刀 与其这样遥遥无期的 毫无希望 还不如破而后立 想罢 他按照行说的回天篇的修炼方法 将体内残余的灵力 凝成一柄匕首 这柄匕首把第一片仙叶斩下 刺了一声 这柄匕首刺在了好像随时能够枯萎的仙叶上 但是仙叶并没有马上碎裂 而是裂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一股钻心的刺骨的疼痛 传到秦浩轩的脑海里 疼得他是急欲昏厥 顿时痘大的汗水滴落 好半赏 秦浩轩才缓过气了 他倒抽一口凉气 第一片仙叶 才一条裂缝就这么疼 那十片仙叶完全斩掉 还要将仙苗砍断 那 那不得疼得死去活来了 不过他现在也没有选择 因为斩了仙苗仙叶 他还有恢复的一线希望 如果不斩 他这辈子是修仙无望了 我无法得道非生 就无法让父母长生 想起父母慈祥亲戚的面容 想到他们有一天会离世 秦浩轩的心仿佛在绞通 他咬牙道 不行 只要是有一线希望 我都不能放弃 休息了一会儿 他苍白的脸 稍稍地恢复了一点血色 没有迟疑 他再度凝聚体内不多的灵力 化作匕首 斩向了有裂缝的那片仙叶 如此斩斩停停 耗费了两天的时间 秦浩轩终于将这片枯萎的仙叶 给斩碎了 身体和精神双重疲劳的他 眼白一翻 直接躺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他原本以为 斩仙苗是件很简单的事 只要是平根斩掉 留下仙种和没有受伤的部分仙根就行了 可是现在发现 想斩仙苗 并不是直接连根斩掉的 仙苗虽然已经枯萎 但是毕竟 那是灵力 造化所生 与秦浩轩本命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么一下 直接毁掉仙苗 秦浩轩也必死无疑 如果想斩掉了焦黑的仙苗和仙叶 还不伤到他的小命 那就必须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斩 斩碎一片仙叶 秦浩轩的身上气势 陡然的萎靡了下来 体内那条残余的灵力也消散了 不管是他身体状况 还是精神状态 想要继续斩下一片仙叶 至少要恢复半个月的 四个月后 连续斩了十片仙叶 只剩下光秃秃的仙苗的秦浩轩 已经元气大伤 他的头刚刚沾着枕头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种昏睡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 每一天都上演 行已经司空见惯了 但是蓝烟每当看到秦浩轩昏厥过去 眼中都会闪过一丝感同身受的痛苦 十片仙叶完全斩掉之后 秦浩轩又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将比仙叶 叶精还要粗壮好几倍的仙苗给斩断 在蓝烟不忍的目光之中 又看他昏睡了一天一夜 在咬牙将仙苗斩断之后 已经麻木的秦浩轩调整了几天 行见他将仙苗斩断 还迟迟地没有下定决心梳理仙根 不禁催促道 将仙苗斩断之后 必须尽快梳理仙根 重新生出仙根 你呀现在做还很简单 再晚一点的话 还得重新从这个种植仙根竟开始扎根 秦浩轩望着行问道 仙根是修仙的基础 根基 若是损伤了就麻烦了 有啥麻烦的 大不了重扎一次根呗 我跟你说啊 你在斩时注意别伤到仙种就行了 那个才是你修仙的根基 对于枯死的仙根 你应该快刀斩乱麻才对 行的眼中闪过了一道谁也没有发现的脚侠 最后目光落在蓝烟身上 盯得蓝烟浑身发毛 你盯着我干嘛 没啥 我发现你最近恢复了不少啊 秦浩轩被行意催促 顿时也下了决心 决定快刀斩乱麻 反正自己现在跟废人一样 有什么后果自己斩了再说吧 反正是不可能有比现在更糟的结果了 他下定决心之后 悍然凝聚灵力 化作一柄锋利的灵力匕首 斩住他完好的仙根与坏死的仙根 纠缠成鸟巢一般的仙种 灵力匕首一刀 一根坏死的仙根断裂 尽管这仙根都是坏死了 但是切起来比切断手指还要疼痛百倍 比击碎一片仙液都还要疼 秦浩轩浑身是疼得直冒虚汗 整个人就像是虚脱了一般 软软地倒在床上 将蓝烟吓了一跳 行在一旁说 没啥没啥 斩断一条坏死的仙根而已嘛 秦浩轩真的想跳起来 将说风凉话的行狠揍一顿 然后再斩断了几条膜根 看他有没有事 不过现在秦浩轩就能想想而已 他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了 才斩断一条仙根就这样 他六百多条侧根呢 都得斩断 那岂不得疼个半死啊 其实行还是有良心的 他说完风凉话之后 还是很同情地看了秦浩轩一眼 劝着心疼不已的蓝烟说 没事没事 你别太担心了 秦浩轩就是一个弱种 斩断仙根再疼 也疼不了哪去的 他才多少条仙根呢 秦浩轩真想跳起来拍死他 他除了一条仙根主根 一条膜根主根之外 可是有足足六百多条侧根的 这六百条里面 有五百条是坏死的 原来根基扎得太深 也不好啊 这是秦浩轩半魂迷奸的最后一个念头 若让那些才几十条仙根的修仙者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气死了 第二天 秦浩轩醒了过来 休息了一晚上 他精力也旺盛了一些 但是脑袋还是很疼 他在心里想到 与其每天受折磨 不如啊 如醒所说的 快刀斩乱麻 拼命一搏 大不了失败身死 总比这样不死不活的 一辈子没休闲机会强啊 打定主意的秦浩轩没有犹豫 他盘膝打坐 将体内仅有的灵力 全部调节了起来 化作了一柄灵力的利刃 然后对准自己那些 盘根错节的坏死仙根 狠狠地斩了上去 五十条坏死仙根同时斩裂 一口黑血 从秦浩轩的嘴里喷了出来 江一直关注着秦浩轩的蓝烟 吓了一跳 即便是行 也是吓得脸色一变 我可 他是怎么玩的 一下子这么激烈吗 蓝烟心乱如麻 这时候秦浩轩又悍然地 指挥着灵力匕首 斩断了五十条坏死的仙根 噗 又是一口黑血喷出 随着秦浩轩 五百多条坏死的侧根被斩断 每斩断几十条 秦浩轩就会喷出一喷血 起初喷的是黑血 几次之后颜色逐渐变红 秦浩轩斩断了最后坏死的仙根 瓦瓦地吐了好几口阴红的鲜血 原本担忧的蓝烟眼睛微亮 惊喜道 他血液变红了 看来伤势都被斩掉了 第三百三十七章 寂灭方能成天骄 仙根一断 秦浩轩感觉身子虚弱到的极点 灵魂意识都渐渐淡去 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想睁开眼睛看一看 说话的蓝烟都做不到 随后躺在床上不醒人湿 他躺在床上的声音很响 将行和蓝烟吓了一跳 尤其是他们看到秦浩轩现在的模样 又跟受了重伤 冰死时候差不多了 气若游丝 生机淡薄 行看着秦浩轩这副模样 蓝烟 你看 他又晕倒了 蓝烟狠狠地瞪了秦一眼 看见秦浩轩这副模样 再看行一脸脚下的笑容愣住了 问道 怎么回事 他昏倒了 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行叹了叹手 又没什么呢 昏倒不正常吗 他应该是将仙根一次性地给全斩掉 才导致元气大伤的命血一线 那怎么办呢 行说得轻飘飘的 却把蓝烟吓一跳 修仙者元气大伤 蓝烟是知道有多严重的 眼神中不禁露出了几分交气 行说 很简单 吃些天才地宝就行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麻烦了 还是有生命为减的 那现在哪有天才地宝啊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太厨教肯定不会给什么灵药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蓝烟一愣 他总感觉行笑得很诡异 不仅有些怒了 吃到 你知道斩断线根有多严重吗 他疯狂斩线根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你说了我会阻止的 其实也没啥 这里没有天才地宝 不是还有你吗 行虚晃一枪 黑黑一笑 嘿嘿嘿 我 我看你半年来 用回天篇也恢复差不多了 不如你贡献几滴精血吧 保住他吃了以后 马上就恢复 蓝烟焚脸引现煞气 恶狠狠地瞪着行说 你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还又别装了 我知道你喜欢的 行细皮笑脸的挑感道 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行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蓝烟堵住了嘴巴 他的脸刷得一下红了 撑道 不许说 不许说了 我给他精血还不行吗 这种话你可不能再说了 行无所谓的点点头 不说就不说呗 不过蓝烟呢 你看我受了伤 又没地方吃修仙者 恢复得很慢呢 如果有些零食的话 你 蓝烟蹬了蹬行 然后 沉声道 我 我给你零食 行脚下一笑 不再说话 结果蓝烟递过来的 一千颗下三品零食 然后乖乖地闪到一边 蓝烟看着 已经昏厥过去的亲号圈 微微一叹 眉头一皱 之后 伸出了右手 无名指与大拇指相掐 口中念动几句法诀 顿时身上洋溢起了一阵淡漠的血光 片刻之后 蓝烟原本白里透红的脸蛋 顿时变得苍白 但是啊 在他纤细雪白的手掌上 凝出了一滴晶莹的精血 他将精血滴入亲号圈的嘴里 自己则是瘫坐在亲号圈的床头 将受伤仙根兜斩断 导致元气大伤 几乎冰死的亲号圈 吃了精血之后 感到一股磅礴的精力 全身的散发 原本伤了不少的元气 在这一刻全补回来了 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 行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亲号圈的变化 心中无比惊奇 哎呀 一种啊 这就是一种力量啊 都说一种修宣者浑身是宝 看来一点错没有啊 亲号圈刚才的差点死的人了 我吃什么药了 现在怎么这么精神呢 从重伤中恢复的亲号圈 睁开了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蓝烟那张煞白的脸蛋 亲号圈仿佛明白了什么 满脸怒意 仿佛怒火都投在行的脸上 行善笑一声 狠不负责地贪贪手 哎呀 我不就忘说了吗 像你这种情况 要斩仙根比较麻烦 对身上的伤害也比较大 不过一天斩一两根的 持续个三五年 还是没什么影响的 可没想到你这么积功尽力啊 一下就把这仙根全给斩了 那这么的话 那就是九月金莲 血莲花之类的天才地宝 才能够调养身体了 不过不没这些东西吗 又看你晕过去了 蓝烟姑娘她也很着急啊 所以主动地拿来惊喜喂你 来救了你 你 你一开始便知道 秦浩轩脸色阴冷地盯着行 你从没问过我 我何必说呢 行一脸地轻松耸着肩膀 上下打亮着秦浩轩 拼拼点头 不错不错 你已经有血色了 你 蹦 行在脸上挨了一拳 整个脸被轰得扭曲 身体倒飞出去 硬是撞在了墙壁之上 才停止倒飞 那双眼睛依然闪烁 无所谓的笑意 她抬手揉揉面颊 很是欣慰地说道 拳头这么有力气 看来你的身体恢复得 比我想象得好 你 秦浩轩眼中怒意闪动 蓝烟身体状况 你不是不知道 用她的精血 那瘦源能不损吗 你太过分了 是吗 行一边揉着面颊 一边起身说 第一 我行 把你当朋友 你的性命在我这儿 是第一位的 第二 我没强迫蓝烟 那是她自愿的 老秦 你现在有力气揍我 你不如好好消化她的精血 别辜负了她 才是真的 至于我 你恢复之后 才动手不实 秦浩轩站在原地 动也不动地盯着行 他知道 行 如果是把实情 告诉她 自己现在 在没有灵药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会这么斩线根的 她故意不告诉自己 还隐约告诉自己 不快点斩断线根的麻烦 若不是她几句话 让秦浩轩慌张了 秦浩轩又岂会 一次性的斩线根呢 在行的眼里 反正有蓝烟 拿精血来救自己 无所谓 她却忽略了蓝烟 失去精血 会影响本来就不多的受缘 虽然是为了自己好 但是行这小心思 秦浩轩还是很不行 在她心里 蓝烟也是很好的朋友 醒来的蓝烟对秦浩轩说道 没什么的 我休息回天偏 很快就能补充精血 秦浩轩愧地看了她一眼 满眼的怜惜 语气刚毅决绝说 以后不能这样 你损失精血会影响受缘 行在旁边插嘴 你还在这亲亲我我呢 你赶紧趁着精血的药力还在 赶紧将仙根调理好 否则你还得重新修炼 秦浩轩听了这话 心中一领 歉意地朝着蓝烟一笑 然后马上闭目开始运气回天偏 回天偏刚刚运转 秦浩轩就感觉丹田中多了一道灵气 这一道灵气又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已经在自己的浑身空空荡荡的经脉中走了一遍了 最终又回到了她的丹田中 此刻她丹田中只剩下的仙魔种 以及一条仙根和主根和一条魔根主根 在这道灵气的滋养牵动下 秦浩轩发现原本被斩断的坏死仙根 在回天偏运行的时候 有一种十分精纯的灵力散发出来 随后这股灵力就支持着秦浩轩 继续催生仙根 有过一次扎根经验的秦浩轩 这一次可谓是轻车熟路 而且这两年来 她对这修仙感悟也是摸索出了很多 扎仙根根本就不需要再引神石引导 她便知道扎在哪里会有更好的效果 很快被斩断了五百多条仙根 完全被回天偏的功法给吞噬 化作一道道精纯无比的灵力 帮助秦浩轩扎根 十条二十条三十条 五个时辰之后 在一种精血和坏死仙根的养分之下 秦浩轩的仙魔种又重新出现了六百条仙根 一条条仙根重新地将秦浩轩的仙魔种包裹起来 一层层的缠绕 如果说秦浩轩以前的六百条侧根是完美的扎根 那么新的仙根就是超完美扎根了 这让破而厚利 因祸得福的秦浩轩感觉万分的激动 不过再激动也抵不过疲倦 他扎完根之后躺在床上 此刻他发现脸色苍白的蓝烟 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斗 两眼中引有泪光闪烁 秦浩轩看到救过自己两次的蓝烟 心中不禁生起了浓浓的愧疚感 他从床上坐起来 也搬了一条凳子 坐在蓝烟的附近 悄声地问 怎么 你想家了吗 想 蓝烟没有回头 还是仰望着天上的星斗 我刚完成了扎根 等我恢复之后 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挣零食回家 蓝烟轻叹了一声 我现在不是很想回家 因为我回去之后 父母看到我的身体他们会很着急的 可是再着急又能怎么样呢 我是一种注定活不过百岁 看到我死了他们会很难过 不如就让我死在外面 这样他们就没那么难受了 秦浩轻没有说话 他看得出蓝烟的眼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 说不想回家是真的 可是他现在想家也是真的 他没有说话 只是在心里暗暗地想到 蓝烟救过我两次 如果没有他 我此刻早就死了 绝先毒蛊里那么多天才地宝 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一些 说不定能够救蓝烟 让他打破一种活不过百岁的魔咒 以前那些一种活不过百岁 那是他们没有绝先毒蛊这么多的资源 就在秦浩轩沉思之间 行从静石外面走进来 手里拿着一瓶丹药说 你那个长教老头对你真不错 又给你送丹药来了 正在沉思的秦浩轩微微一愣 这已经是他进入闭关境地 九个月时间了 长教是第二次送来丹药 只是他从来不进内室 只是悄悄地把丹药放在外面 便离开了 第三百三十八章 山中一日外两年 这个闭关境地 除了长教能够自由出入之外 就连玄机子师父都进不来 而且玄机子手里 也没有这么好的弹药 秦浩轩心中感动 长教真人真是好人啊 日后我一定找机会报答他 接下来的日子 秦浩轩稳固地扎根仙根的同时 尝到甜头的他也开始运用回天篇 想将斩掉的仙苗仙叶给消化了 可是速度确实极慢 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将一片鲜叶消化完 同时秦浩轩体内的仙苗 也有冒出头的迹象 这段时间 秦浩轩就一直警戒防备着星和蓝燕 他生怕在行的怂恿下 蓝燕又会拿出惊鞋给自己 每天被秦浩轩盯得死死的行 终于忍不住了 在这一天 秦浩轩盯着他时 他忍不住嘟囔道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 要是有一个异种修仙者 每天肯拿惊鞋给我修炼 那我得爱死他呀 没见过防贼一样 防着异种给自己惊鞋的 这男人脑子有病吗 秦浩轩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行 行蹲弄完之后也不搭理他 往嘴里塞了几颗下餐品零食 又开始打坐 秦浩轩发现 这段时间行的气息弱了很多 肯定也是用了回天篇里的方法 将受伤的部分直接斩掉了 然后每天嚼豆子般地吃零食 从来烟跟他身上弄零食 虽然没有吃修仙者 但是他的修炼速度也十分快 从他一天一天明显变强的气势 可以瞧得出 行现在的修炼速度 比三大子种弟子 最厉害的子种张狂都要快 转眼间 从秦浩轩被抬进来 闭关到现在 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 秦浩轩在完美扎根 巩固仙根几个月 又用回天篇里的办法 将仙苗给斩断 仙夜的养分吸收消化了不少之后 终于决定要冲击仙苗境了 这天他盘膝坐起 只使着一直聚集在仙种的灵气 开始种植仙苗 有过一次出苗的经历 再次出苗是很简单的事 秦浩轩完全可以在扎根之后马上出苗 他拖了几个月 只是希望将根基扎得稳固一些 没过多久 一株青色的仙苗 从秦浩轩的仙种中冒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来 出苗轻易完成 秦浩轩习惯性地内饰了一番 吓愣了 不管是多么厉害的修仙者 在出苗时仙苗的颜色都是绿的 即便是自己之前出的仙苗 那也是生机勃勃的绿色 可是这一次破而后立的仙苗 怎么是轻的呢 秦浩轩可以控制灵力 延缓出苗的时间 但却无法控制灵力不出夜 啪 这颗刚刚出现在青色仙苗上 突然长出一片仙叶 随后又长出一片仙叶 仙苗净二叶 在出苗之后就达到了 这个速度在秦浩轩的意料之中 毕竟自己压抑了这么久 根基已经是打得十分扎实了 而且这段时间也消化吸收了不少的 原仙苗仙叶的精纯的灵力 这些灵力都击沉在仙种之中 就等着有一天破种发芽呢 出了两片仙叶了 如果秦浩轩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调集剩下的灵力 冲击仙苗净三叶 但是经过一番死里逃生的秦浩轩 这一年来 心境经历了无数坎坷波折 可以说 他的道心已经达到了平静无波的境界 若是换成以前的秦浩轩 肯定会追求仙苗净三叶 但是现在他却更倾向任期发展 他就像是一个经历无数繁华红尘的出家人 已然看破了很多东西了 不过 突破仙苗净二叶之后 秦浩轩还发现了一个 让他惊讶又惊喜的事情 就是随着他打坐盘膝 不但可以增强体内的灵力 甚至神识 也可以修炼增长 这 这是青色鲜苗的作用吗 秦浩轩心里骇然 在心里自言自语 绿色 它代表的是生机 许多花草树木一到冬天 便会凋零落叶 唯一一种树 松柏 却是四季长青的 我仙苗的颜色 不正是四季长青的青色吗 难道因为因祸得福 我的青色仙苗 比绿色仙苗更厉害 好像也只有这个解释 不然为什么随着我的修炼 我的神识会随着灵力一起增长呢 心情激动 但是秦浩轩没有表达在脸上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秦浩轩睁开了眼睛 感受着他身上散发出的 仙苗镜二叶的气势 行微微地一愣 说道 我感觉你现在的仙苗镜二叶的状态 比之前仙苗镜五六叶的时候 还要强大 秦浩轩淡淡一笑说 照你这么说 我能突破自己了 这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行欣微地拍了拍秦浩轩的肩膀说 还是本末讲义气 你看 陪你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小地方待了一年呐 嘿哟 光阴似箭 岁月如梭呀 不过本末也没有荒废 伤势恢复了不少啊 秦浩轩深深地望他一眼 笑道 看不出来 你低声也挺快的嘛 难得被秦浩轩夸了一句 刚被夸一句的行马上翘尾巴了 他拍着自己胸脯说道 那可不 你也不看看本末是什么人 本末是幽权名界万年不遇的奇才啊 要是我现在在幽权名界 吸几口幽冥之气 比你们修仙界那些灵气更厉害 在用我自己修炼的宝藏修炼 你们的长教是先应道果境 在你们眼里很厉害是吧 我一个手指头都能碾死他 行得自吹自擂 秦浩轩也听多了 以前不当回事 现在更没听进去 他呵呵一笑 然后不再搭理这家伙 秦浩轩的目光落在兰烟的身上 距离上一次兰烟拿出惊血 已经有些日子了 经过几个月的修养 兰烟现在的气色已经好多了 看来回天偏还是挺厉害的 一年的时间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秦浩轩已经闭关了两年 期间在行的手里也学会了真魔变 以及一篇修炼之后 可以增强体质的功法 用行的话说 你增强体质也好 免得再被人打成重伤 连累我和兰烟 这一天他终于突破了 先描镜十页 身上散发出的 先描镜十页的气势 同时神识 也比受伤之前强大不少 被秦浩轩瞪上一眼 即便是这位自吹自擂 多么厉害的天才魔 而且在这一年中 提升也是很快的行 都忍不住振振的心计 恭喜你 终于恢复了 兰烟浅笑奄然 但是随即变了一张脸 拍着秦浩轩的肩膀说道 好哥们 我终于不负许于姐姐的嘱托 带一个完完整整的 秦浩轩去见他了 秦浩轩轻轻说了一声谢谢 行则是诧异地看着一脸 眉心眉肺高兴的兰烟 不敢相信地张大了嘴 兰烟这两年 有多么关心秦浩轩 他可是一清二楚 看到兰烟这副模样 难道不担心出局之后 秦浩轩回到虚语的怀抱 把他彻底给忘了吗 按照人类的自私的本性 这个时候不应该趁热打铁 挑明了把秦浩轩抢过来吗 行本来是想提醒这丫头几句的 免得这丫头呢 以后后悔 但是想想秦浩轩现在这么强大 他不禁轻叹一声 走吧 两年没离开这鬼地方了 终于可以出去了 想想都兴奋 秦浩轩点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道 唉 也不知道 徐与妹妹怎么样了 红尘历练该玩了吧 师父他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叶一鸣师兄还好吧 七丈渊还打不打仗 于长老他们 把部下打开 幽权铭记的时空通道阵法 那帮幕后人抓出来了吧 他善笑一声 自言自语道 不过想来不管是张狂还是李静 或是张牙慕容超 都远远地把我甩在后面了 这一年我虽然根基打得很牢 但是毕竟还是先没有进十一 他们现在应该很厉害了吧 不过不管多厉害 雨妹妹是肯定不会瞧不起我的 她看到我出来 一定会很高兴 很高兴的 听到秦浩轩提起许语 蓝颜的脸色稍微暗淡了几分 但是又很快恢复如常 这一幕恰好落在行的眼里 行只是悄悄一叹 这一年来 秦浩轩的神识比之前受伤前还要强大 而自己传他神魔炼体法的残片 他的身体也比受伤之前强大了很多 而且秦浩轩若是能够再经过一些生死战斗 他那恐怖的战斗力还能提升 马上要出关的秦浩轩 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变得心绪平静 他仰头看了看天 此时正是焦阳当空 走到了待了两年的 闭关境地的门口 摸着拇指门把轻轻一推 吱咬一声 门开了 比闭关境地强烈许多的太阳光照了进来 眼睛都睁不开 他不禁用右手挡住焦阳 疏漏的阳光通过他的指缝落在脸上 走出闭关两年 让自己从将死之人重新恢复到 先描镜十亿的地方 秦浩轩还是回头望了一眼 这里毕竟是掌教修炼 种地 乾隆灌旁边的闭关境地 往后除非自己在太初教 身居高位 怕是没有机会再来了吧 两年中 秦浩轩在这个不大 但是灵气温和浓郁的闭关境地里 留下太多的记忆 也悟出了很多东西 如果说之前的秦浩轩 是一个沉稳内敛的少年 那么现在 他是一个看破红尘的老者 身上锐利的锋芒 在这两年的感悟中被磨平 当然 锋芒被磨平 不代表说他没有脾气 只是将很多东西藏得更深 跟在秦浩轩身后 一起走出闭关境地的行和蓝烟 也有些不适应 他们一面遮挡着 天上肆无忌惮的骄阳 目光扫过四周 心中泛起了淡淡的涟漪 脸上更是流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若不是在太初教宗门重地 尤其是掌教修炼乾隆冠的附近 在闭关境地里整整呆了两年的行 真想喊几嗓子 不过想想 不知藏在哪里的修仙者 行还是抑制了冲动 他的伤势恢复 实力提升是不假 但是没有自大地认为能在识破模型之后 能从前龙冠跑出大雨山 太初教那些仙术仙伦 仙鹰道果境的休闲强者 可不是吃素的 蓝烟深呼吸几口气 享受着清新的空气 躺过肺腑的清爽 这才抬起头 看着秦好轩说 你伤势也恢复了 修为也恢复了 现在有什么打算 咱们是去哪里 秦好轩不加思索地回答 当然是回自然堂 见师父了 不过回去之前 我得去拜见长教 感谢他救命之恩 对于见长教这件事情 行是很不详的 太初长教 仙鹰道果境的存在 这种经济的高手 很难保证他哪次 不小心把真魔变给看穿了 话说 你长教日理万机的 还要自己修炼 哪有时间见你呀 行说道 不如我们别见了 秦好轩看着行 自然知道这位老友在想什么 狠舌干脆地说道 其实你可以不去 万一被长教看穿了 你就麻烦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行一方面不是很想见黄龙 一方面心底的深处 又想近距离观察一下 这位长教真人 因为每次见他 都有种很特殊的感觉 那种感觉可又说不上来 到底是为什么 蓝烟烟附和秦好轩说道 的确该去拜会的 如果不是他拿出枝仙草 你就算是用其他的药保命 可想恢复丹田和经脉损伤 至少要半年时间 而且这个长教对你真不错 你闭关两年 他都以你恢复无望时 给你送了四次丹药 每半年一次 这种长教挺有心的了 秦好轩微微一笑 心中洋溢起了温暖 长教送来丹药 虽然说不是天才地宝炼制 但是也都是上好的 吃了还是会有效果的 正如蓝烟所说 长教肯定也是认为自己 恢复无望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都拿来丹药 对自己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尽着他最大的努力 可以说自己不但欠他一条命 而且能这么快恢复 也要多谢长教 老子决定了 还是要跟你们一起去 行小正地嘟囔着 一行三人到了乾隆罐旁 还没接近乾隆罐 一个人影如鬼魅般地 出现在他们身前 这人秦浩轩认的 一直是和长教真人 形影不离的接引道人 接引道人在乾隆罐 那就是说明 长教肯定在乾隆罐修炼 劳烦道长通传 弟子秦浩轩求见长教真人 秦浩轩十分礼貌地攻身行礼 身后的蓝烟和行 也是有样学样 接引道人一直是木雕般的神情 看到乾隆罐之后 眼中精芒闪烁 脸色微微诧异 你恢复了 乾隆罐微微害手 是的 弟子来拜见长教 赐药救命之恩 接引道人脸上表情逐渐趋于平静 我为你们通报 说吧 接引道人站在原地 朝着乾隆罐微微地动唇 却没发出声音 数声传音术 秦浩轩惊讶地看了接引道人一眼 这种传音术由修为深厚的修仙者施展 可以将自己的声音传到百里内的任何一个人的耳朵里 但是像接引道人这样 不发出声音便可以传音的可不多 秦浩轩心里暗想到 以前只是知道神秘兮兮的接引道人的厉害 却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从接引道人的淳语可以看得出 他只是说了一句 秦浩轩三人求见 并没有说秦浩轩的情况 因为他不是一个多嘴的人 片刻之后 长教温和的声音 传到秦浩轩等人的耳朵里 让他们进来 正在乾隆观盘膝打坐的黄龙真人 睁开了眼睛 他眼眸里有一丝疲惫夜闪济世 随后自言自语地说 时隔两年 秦浩轩终于从闭关境地里走出来了 难道他放弃了吗 嘿 应该是的 那么重的伤是不可能恢复的 即便是无上子种 也只有两三成的把握恢复 他那么严重的伤势情况下 能保住命 而且又坚持两年才放弃 不知该说他是固执呢 还是执着呢 唉 只怕玄机子要失望了 本以为给自然堂收了个好弟子 秦浩轩的表现也确实是很好 没想到还是这个样子 徐鹏啊 别怪我不帮你弟子了 我真是尽力了 很快 在接引道人的耐灵下 秦浩轩三人第一次走进乾隆观 好浓郁的天地灵气 虽然是隐含了几分暴躁气息 但是灵气浓度 比闭关境地强了百倍不止 比自然堂更是强千倍啊 秦浩轩一走进来 便被浓郁的天地灵气包围 不禁一致 秦浩轩走进乾隆观 出现在黄龙真人眼前时 黄龙真人正如金引道人 看到秦浩轩一般 感受到秦浩轩传出的鲜喵镜石液气息 眼睛一亮 脸上神情微僵 你恢复了 黄龙真人的声音 含着几分不可思议 当初秦浩轩那种伤势 别说生命力最弱的弱种了 即便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子种 饱满献种 灰种 死掉也很正常 虽然秦浩轩吃了枝仙草 在枝仙草的帮助下 勉强捡回一条命 但是包括掌教在内的所有人 都没有想过他能够恢复修为 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弟子秦浩轩 拜见掌教 秦浩轩见到黄龙真人 便行了一个大礼 口中送道 弟子能捡一条命 能重新恢复仙妙镜石液修为 多谢掌教赠要 赠功 赠担之恩 黄龙真人脸上的亚异化作笑意 虚虚一幅 从他手里散出一道灵力 将秦浩轩给托起 这两年你闭关时过得怎么样 黄龙真人仿佛闲聊般地问道 黄龙真人这般随意地问 但秦浩轩却不能随意回答 他说 这两年在闭关禁地 说起来过得很苦 恢复修为时受了很多折磨 但是其实也是很闲的 加上闭关的两年 我入门已经四年了 前两年每天都在为 怎么提高境界 加快修为 努力 入红尘 更是经历了许多次 和散秀的生死搏斗 过得挺累的 不过这两年彻底放松下来 只要专心养伤就好 听到秦浩轩的回答 黄龙真人微微汗手 他明白秦浩轩所言非虚 像他受这么重的伤 想恢复过来 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苦修之外 还要有一颗真正向道的心 从不妥协 从不放弃 才能有今天恢复修为的一天 不过 当秦浩轩提到这两年 彻底放松下来 只专心养伤时 他也在心里微微一叹 秦浩轩论资质 只是一个弱种 可修仙两年 将饱满仙种 以及灰种都压下去了 虽然比不上子种 但是不论悟性还是道心 还是挺有看头的 只可惜 却受了一次伤 结果闭关两年 虽然恢复了 仙苗镜的实业修为 但是想来 他的仙苗 也肯定是有伤未愈吧 仙苗受伤可不是那么容易好的 恐怕以后 就彻底泯然中人了 可惜啊 徐鹏运气不好 原以为秦浩轩能够将自然堂发扬光大 可惜耽误了两年 和他一起注到的弟子 子种弟子不用说了 原本被他压了一头的灰种弟子都超过了他 就连一些饱满仙种在七掌渊战场的历练 现在境界也比他高了 两年的时间拉开了不少的差距 黄龙长教不动声色地叹了一口气 在心中暗暗地说 秦浩轩时运不济 自然堂也不算太运气 不过好在恢复了十夜镜 给自然堂留了一些希望吧 想了这些 长教真人在看向秦浩轩的目光 多了一份慈祥 你师父一直牵挂着你 既然你出关了 赶紧去拜会他 把恢复的消息告诉你师父吧 是 弟子捡回性命 修为恢复 该先拜谢长教赐药 赐功 赐丹之恩 然后就去见我师父 黄龙真人点点头 挥了挥手说 那你先回吧 秦浩轩正要起身告退 这时 黄龙真人却想起了白展月的事 白展月 自从两年之前失踪之后 一直到现在没有消息 黄龙真人一度怀疑 白展月已经死了 不管白展月是死是活 秦浩轩是最后一个 见过白展月的人 或许知道白展月的去向 而且黄龙真人也曾怀疑过 白展月是被秦浩轩给杀了 所以黄龙真人 这次在看向秦浩轩的时候 说道 浩轩呢 我还有个事情要问你 张教真人请说 弟子知无不言 秦浩轩恭恭敬敬地回答 秦浩轩重伤闭关之后 黄龙真人也了解过当时的情况 以当时已经溃败逃亡的散修的实力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将秦浩轩伤得这么重 在思前想后 唯有先描镜四十页的白展月 又重伤秦浩轩的能耐 联系白展月目前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情况 黄龙真人也越发怀疑 秦浩轩是和白展月火拼才受伤的 但是仔细想想也不对 白展月毕竟是先描镜四十页的修仙者 秦浩轩的战斗力 就算能和先描镜三十页相比 但是那已经是顶天了 修仙路漫漫 一页一天梯 先描的境界越高 出业就越难 同样出业越多 实力就越强横 按理来说 先描镜三十页的修仙者 完全没有办法给先描镜四十页斗 白展月可以轻易地杀了秦浩轩 但是秦浩轩没有可能杀掉白展月 白展月这种先描镜四十页 就算在太初教年轻的一位弟子中 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 在秦浩轩的注视之下 黄龙真人心里闪过了几个推测 看着秦浩轩那一张真挚的面容 张教反而欲言又止了 又不太好开口 他最终叹谢了一声说 唉 算了 我还是不问了 秦浩轩心中好奇 张教到底想知道什么呢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那张教有什么想知道的 在召唤弟子 弟子知道的话 随时可以回答 黄龙真人想起两年之前 秦浩轩出世时 玄机子的苍老 轻叹一声 唉 好好修仙 莫有太多负担 自然堂的重担 未来要落在你身上的 不要让你师父失望 秦浩轩感觉黄龙真人的语气里 有嘱咐之意 心头感动 帮鞠躬应道 是 弟子谨遵教诲 没有说话的刑和蓝烟 随着秦浩轩的礼书 一起向掌教真人 醒完礼之后 跟着秦浩轩离开了乾隆观 黄龙盯着刑的背影微微皱眉 他感觉这名弱种弟子 跟其他的弱种弟子 有些不同 只是哪里不同 却也说不上来 最后很快 把他规划到 跟秦浩轩待久了 或许沾染一些秦浩轩的气息 走出乾隆观 朝皇帝封下走去 在一个无人的地方 行对秦浩轩说 哎 你们长教 也没多少日子了呀 第三百四十章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啊 秦浩轩听了行说的话 心里一惊 猛的咯噔一下 诧异的看着行 压低声音问道 你说什么 你说掌教寿员不多 行在秦浩轩和蓝烟的 诧异注视下 十分肯定的点了点头 不可能啊 掌教跟师父是童年约的人 现在算起来 还不到一百五十岁 他要是仙英道果境强者 寿命长达数百年 怎么可能会寿员不多呢 行说 我也不清楚 你们长教肯定是有什么问题 他虽然是仙英道果境的 实力境界 但却没有仙英道果境 应该有的寿员 至少我在他身上看到的 是区区不过数十载的寿命 钱浩轩失声道 怎么会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原本我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这两年 恢复一些伤势之后 我眼力也比以前厉害不少 这才看出来的 钱浩轩死死地盯着刑 沉声道 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 你是不是看错了 你认识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什么时候看错过 刑探了探手 一副自信的模样 钱浩轩想想也是 这家伙除了在自己的问题上 还真的没看错过什么 他说 那 以前 你几次怎么没瞧出我厉害 还想揍我 反而被我揍 你 你不算正常人 看错你正常 心无奈地说道 你明明是弱种 可是你的神识却这么强大 这一次闭关两年出来之后 你神识又强大了 而且你修炼的速度 也不像一般弱种 总的来说你是怪胎 钱浩轩也不再说话 眉头微皱 面色阴沉 在心里想到 掌教对我有救命之恩 而且还让我在他的 隔壁的闭关境地养伤 多次送功法送丹药 对我是很好的 由此可见 掌教是个好人 太初教在他手里 也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 如果他受缘耗尽 谁知道换个掌教 会是什么样子 他对于我有长辈的恩德 我说什么 也要报答他 想到这里 钱浩轩转头看着行 悄声问 水府中获得忠辱灵液 能为掌教严寿吗 行很认真地点点头 看了蓝眼一眼 附在秦浩轩耳边说 对一般修宪者来说 这种忠辱灵液都能严寿 除非一些特殊的 行没有说明 但是他看了一眼蓝眼 意思很明显 忠辱灵液能为掌教严寿 但却不能为蓝眼严寿 那如果忠辱灵液能为掌教严寿 那掌教为什么不用呢 秦浩轩有些奇怪的摸了摸头 按理说掌教是一教之尊 忠辱灵液这种灵药 它是最可能得到的 行轻轻的一笑 水浮一年才开一次 而且分量大点的忠辱灵液 都有禁止保护 寻常弟子哪能得到啊 运气好的 不过是三五滴 没禁止保护的罢了 而且这东西 除了你们掌教 太书教 还有长老院的长老呢 一些太上长老都要用的 就在他说话期间 经过一处小院 秦浩轩三人突然看到远处 以先锋盗国的老者 驾驭着飞剑过来了 从他身上透彻的气势来看 和长教有些相似 应当也是 先鹰盗国家的老祖宗 他的目光焦急 看也没看秦浩轩三人一眼 直接落入小院 一个细弱闻纳的声音 传入秦浩轩的耳朵里 老黑 这三年来 在水浮里获得的忠辱灵液 越来越少了 今年更是离谱 连一百滴都不到 咱们这几个太上长老 在和长老院那般小家伙 还要长教分下来 一个人才有几滴 不够用啊 希望明年会好一点吧 咱们几个再着急也没用 我们又没办法进水浮 我只能是盼着 决先毒蛊的毒物 能快点散去 那样的话 咱们太初教 马上能强盛无数位 太上长老 秦浩轩听到他们几个的身份 心里显然一惊 这位先锋道骨的老者 跟他的对话那个人 竟然都是太初教地位 比长老院长老还要高的 太上长老 而且听这两位太上长老的对话 也在为忠辱灵异的事情 发愁 院子里虽然没有布置法术结界 但是他们说话声音很小 若是寻常弟子肯定是听不到的 就算是以前的秦浩轩 也休想听清 但是自从他重新的出苗出叶 而且修炼了行教给他的神魔炼体法 身体强度比以前更上了几个层次 所以才能够听清 看来 长教真人 也没有足够的灵液 长教对我这么好 我得想办法 弄一些种种灵液给他 让他延长寿源 就算是尽晚辈弟子的心吧 秦浩轩想了想之后 又想起自己师父 上次下山之前 自己悄悄地在师父的茶里 颤了几滴种种灵液 师父吃了之后 应该对寿源有好处 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按照正常推测 他寿源可能要进了 秦浩轩越发的急不可待 匆匆忙忙地向仙云车厂走去 恨不得马上飞到吴明峰去见师父 想到师父见到他的修为恢复 会很开心吧 去仙云车厂这一路上 秦浩轩并没遇到什么熟人 毕竟他入道时间只有两年 刚拜祝太初教的时候 因为月级挑战 以及收了灵虫小金 名气在太初教中不小 后来受了重伤 长教拿出了知仙草旧的 一时间秦浩轩这三个字 在太初教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真正知道秦浩轩长成什么样的 却不多 走到皇帝风的半山腰 仙云车厂时 负责仙云车厂的长老 只是淡淡瞥了秦浩轩一眼 长老声音淡漠 去哪里 吴明峰 两颗下三品零食 长老淡漠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异色 平时很少有人去吴明峰的 而且吴明峰的自然堂弟子 也很少来皇帝峰 缴纳灵时之后 秦浩轩在长老略显比夷的目光注视下 上了仙云车 来到吴明峰 坐在仙云车上 秦浩轩的心情是激动的 这么久没见到师父了 想必他看到自己也会高兴吧 还有叶师兄 以及自然堂的不算太熟的师兄弟们 看到自己 想必会很高兴吧 行和蓝烟十分有趣的注意到 在长教表面表现得十分平静 老成的秦浩轩 在这一刻竟然像孩子一般 有些慌张了 行不懂 但是蓝烟决动 这种激动不安的情绪 叫做 尽相情窃 两年来 师父从来没看过我 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了 那几滴终入灵液 应该有效果吧 在仙云车落到吴明峰 秦浩轩走下仙云车 几个自然堂弟子顿时愣住了 虽然秦浩轩在自然堂露面不多 但是玄机子有两年前 带他去了一次步道坛 秦浩轩在步道坛上的精彩表现 让大家都记住这个年轻的师弟了 也认可了他是师父一搏弟子的身份 当秦浩轩重伤宾死的消息 传到自然堂的时候 每个自然堂的师兄弟 都沉浸在了深深的惋惜之中 秦浩轩的每一点精彩绝艳的表现 传回自然堂的弟子耳朵里 都让他们有一种感同身受的骄傲和自豪 自然堂要多少年没出过这么天才的弟子了 修为境界 力压挥肿 直吹子肿 战斗力 更是堪比仙妙镜二十多页的散修 可以预见 若是未来自然堂由他接班 一定会令人耳目一新 可惜天度英才 秦浩轩重伤宾死 师父求掌教用枝仙草救人 秦浩轩在乾隆罐旁边的闭关静地闭关休养 得知消息的自然堂弟子 每一个都深深的担忧 虽然他们不知道秦浩轩受伤多严重 但是从师父豁出老脸 求掌教用枝仙草这种天才地宝来救他 恐怕伤得就很严重了 时隔两年 仍旧有不少的自然堂弟子挂念着秦浩轩 因为他们知道 师父玄机子还在牵挂着秦浩轩 他老人家坚定地相信秦浩轩一定会恢复 当秦浩轩走下仙云车 和每个仅仅是眼熟的自然堂弟子笑着打招呼 这些自然堂弟子无不是大惊然后大喜 你是秦师弟 秦浩轩师弟 你回来了 你真的回来了 那几名自然堂弟子 尽管是很确定眼前这个就是秦浩轩 而且看着秦浩轩身强体壮 整个人气色很好 还是情不自禁地发问 你伤势恢复了吗 看到师兄们惊喜交加的表情 秦浩轩的心中感动 一股回到家的温暖涌上心头 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吗 他不禁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这才对几位师兄点点头笑着说 多谢几位师兄关心 我的伤已经痊愈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浩轩师弟 你伤恢复了 真是太好了 这几名自然堂的弟子 彼此换了一个惊喜交加的眼神 随后一个人说 我马上将这个消息 告诉其他的师兄弟 说吧 他一溜烟地跑了 秦浩轩不禁一笑 心中更甚感动 蓝烟感受着秦浩轩回家的喜悦 又想起在异乡漂泊 无法回家的自己 又是开心 又是忧愁 秦浩轩 你真幸福 蓝烟声音悠悠的 一贯喜欢跟秦浩轩唱反调的 行也低声嘟呢 要是我回家 这迎接阵仗比你强百倍 秦浩轩诧异地看了看行 他怎么在行的脸上看到了一丝香愁呢 不过这丝脸上的香愁 很快便被那没心没肺的笑容给冲散了 哼 没错 我感觉你会被上万的魔砍死的 秦浩轩习惯性地跟行怼话 上万 这么看不起本魔呀 行用日常的对话反击道 老子若是回到那边 估计半个魔界都得来追杀老子 老子可是天才